长见识了 这个故障让我拆装屏幕排线无数次 这是一台返回来维修的 故障现象就是花瓶 这个螺丝是他拆的时候 这儿滑掉了 因为他这个又改色了 手柄改色了 看故障现象 屏幕花瓶 并且卡logo 看一直显示离规码这个logo 拆开看一下什么问题 这种故障在我这儿的话很好搞 因为我工具和配件都齐全 假如你没有工具或者配件不全的话 判断故障部位都费劲 不信往下看 首先拿出一个全新的2.4英寸 加上它的驱动板 直接替换这一块 肯定是这一部分有问题了 但也不全是 因为卡logo也不一定是他引起的 主板也会引起 通电测试一切正常 那就说明就是这一部分有问题 屏有问题 屏线有问题和这个驱动板有问题 反正就这三部分 再把它的屏幕插上去看一眼 换屏幕 要把整个前脸上这个所有的配件 几乎全部要拆完 除了正负级输出线不拆外 其他都要拆掉 我手在捏这个排线啊 是不是排线接触不好 引起这个竖条 但是没反应啊 我要把这个故障这个屏 直接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这是我专门用来拆装平线的啊 正点原则的T100加上40毫米的产型烙铁头 这个非常好用 效率非常高 先把这个完好的2.4英寸这一套屏幕拆掉 把故障的3.2英寸那个屏幕拆到这个好的板上试一下 对齐后放大镜看一下 然后纸胶带固定 涂抹吸浆 直接烙铁拖一下就OK了 很简单 插上去测试 看不卡logo了 但是屏幕还是竖条 把旧的3.2英寸屏幕拆掉 准备换个屏幕 这个排线会不会引起这个竖条呢 我就先不换排线 还用以前它这个原装排线 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个东西引起这个问题的 排线接上去之后 再焊到这个板子上 这个板呢是它原装那个板子 然后上去试机 屏幕没有竖条了 但是卡logo你看一直是卡到利规码这块了 拿出手机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试一下 升级到最新版本之后仍然是卡logo 看来这是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屏幕花瓶就是竖条 再一个就是卡logo 把刚才换上去的3.2英寸屏幕拆掉 换个2.4英寸上去 2.4英寸上去还是这样 说明这个小板上有问题了 然后再把这个3.2英寸屏幕装到正常的主板上 这会我拆装多少次我都蒙了 装上之后依然卡logo 这个原因我知道啊 这是版本需要升级 它俩版本都是最新版本才行 那咱就再拿出手机 蓝牙升级一下 升级完 哎OK了 下一步用高位胶带和铝箔胶带 把这个排线处理一下 就可以装上去了 像这种故障 你没有这个替换的配件啥的 这个很难判断故障啊 两个问题 一个屏 一个那个控制板 两个部分同时损坏 这个几率是很低的 我和利规码来讨论 这个有可能是不可抗拒率造成的 比如说雷击 只是有可能啊 不然这种概率太低了 这台机器是在我这购买的 在一年的保修期内 所以说用户只需要掏一个寄过来的运费就行了 这边维修费 配件费和返程的税丰运费 都是我这边承担 而我们继续收起来的